大悲救救难 广大灵感 观星不散 大师大悲恩师卢俊仁台长 尊敬的卢台长 我是台北的共修会 旁边是我的先生 他是1947年属租的 我想请问他的身体 几几年属租的 1947 哦 他的身体不好 他的血液有问题啊 他的颈椎啊 脖子啊 肩膀都痛啊 太准了 他的颈椎 血管 都有问题 心血管有问题 而且他 他脾气很大 他喜欢发脾气 是的 我都看见他那个图腾了 他的血压 血压不正常 听得懂吗 心脏经常会 脚膊 胸闷气急 明白吗 你要注意啊 他以后会手会有点发抖的 明白吗 是的 手会慢慢发抖的 人是个好人 帮人家是拼命帮的 那你管了他这么严 他外面还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 有个女人喜欢他 明白了吗 那应该是以前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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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很多了 老雷啊 是啊 老雷啊 嗯 你就不要再去追查了 不会 我现在只关心他的身体 嗯 他的肺部是有问题 对 他的呼吸啊 他的肺部还有心脏都有问题 他的肺部里边有点积水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他 他只要躺下来 就觉得呼吸有点困难 站起来一点点 就好很多 你问他是不是啦 点头点得多一点啊 他肺部开过刀 我知道 我看过了 口子不长 这么大 哎呦 他有一个灵性 很大 嗯 一个长辈 过世的 男的 他小时候有谁带过他吗 过世的 过世的 爷爷 他在 大陆的时候 在 北平的时候 室友 有过是吧 奶奶带他 哦 奶奶带他 他的父母 往生 我知道 好像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过世了 他有哪个长辈过世了 一个男的 除了他的 父亲是吧 应该是有 哦 那就是父亲了 讲了不要讲了 舅爷也是 嗯 嗯 是他父亲 经常来看他 嗯 他的父亲 我告诉你 死的时候啊 头发比他现在还要黑 没他这么白 我现在看他的 没办法 而且死的时候 蛮痛苦的 嗯 好了 你现在服不服啊 你要给你爸爸念经啊 啊 你要是不卖账的话 你不服的话 我晚上可以叫你爸爸 来看你的 你在梦中完全看得到他的 明白吗 但是你这个人胆子很小 他来看你 因为他跟你冤结很深 他不喜欢你 说不定到时候他就 卡住你脖子 你就麻烦 这下怕了 好不好啊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请问台长 我应该给他放生多少条鱼 给他放生两千五百条 我已经放生一千多条 再给他放生两千五百条 请问你 因为他比较 嗯 可以说是执着 对 非常执着 他不是非常的 相信 这种形式上面的念经 那我应该如何帮助他 很简单 为他念了六百多张 你要对他有信心 他今天看见台长之后 他会改变的 你相信好了 他相信台长 他不是个 因为他跟你有冤结 你再怎么跟他讲 他不会相信你的 他有大男子主义精神 别人讲他相信 我讲他绝对不相信 别人讲也不是谁相信的 台长讲他相信啊 你随便找个人讲讲他相信啊 他还不卖账 他过去有过官运的 他做过一些 就是政府工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有过官运的 是的 他的行业是有点权威性的 看见了吗 他都吵不掉的 所以他很牛的 他不卖账 他要是再牛下去 我把他过去的事情 全讲给你老婆听 你就牛不起来了 好了 好不好啊 好了 请问台长 我照顾他们非常非常辛苦 我的日子过得很紧张 也 你不要紧张 夫妻本事 统领鸟 大家都是 因为缘分 才能走在一起 今天你 过得非常这样 实际上你就是欠他很多 你要记住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欠他 你怎么会嫁给他 你自己 不要说什么话 你就自认 好好的念经 修行 当他改变之后 你就不会辛苦了 你念经念了之后 他身体好了 他想通了 像他这种 想不通的人 太多了 到了后来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叫西人 叫外国人 都可以帮自己的太太 上香啦 倒进水啦 都可以 何况他呢 他又不是坏人 你放心了 你话太多了 他觉得你讨厌 明白了吗 请问台长 你就是一个电影 再好的电影 是 你就是一个琼瑶的电影 他天天看 看到后来 他也不要看了呀 听不懂啊 请问台长 我自己身上 有没有灵性 因为我很不舒服 我1951年 属兔子的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不舒服的话 是你因为过去 你的夜 就吃得活的东西太多 明白了吗 我现在都吃素了 全部吃素 好吗 我可以告诉你 吃素的人 以后越来越顺利 感恩台长 好了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好 你不舒服 到此 我尝不舒服